非常高興見到習近平先生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會見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 地點大有講究 釣魚台國賓館的五號樓 因為52年前大陸前總理周恩來 就在這裡會見他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 大德必壽 一百歲 一百多次到中國來 這兩個一百啊 合成了你這一次 具有特殊意義的訪問 我們的兩國關係 會在世界的平和我們社會的平衡 和我們的社會 見到習近平之前 大陸國防部部長李尚福 跟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 也先後會見季辛吉 只是面前做著老朋友 一字一句卻都像是 講給現在的美國政府聽 李尚福批評 美方一些人未同中方相向而行 因此破壞了友好溝通的氣氛 王毅的口氣也很重 中國的發展有強大內生動力 和必然歷史邏輯 試圖改造中國是不可能的 圍堵遏制中國更是做不到的 美國學者分析 季辛吉會見李尚福 可能會敦促中方恢復美中軍事對話 卻不見得有用 而另一邊 美國軍方也沒松手 對於外界質疑 美國可能為了援助烏克蘭 而減少制衡中國的力量 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諾說 身為唯一的全球大國 美國可以一邊走路 一邊絞口相堂 不會故此失筆 TV新聞李偉華莊志偉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